让哲瀚先跟所有的粉丝宝宝打个招呼好不好 哈喽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哲瀚 很高兴能够在一夜子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是我们为什么要选今天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七夕马上就要到了 所以想在七夕之前 请哲瀚来到直播间和所有的这个粉丝来聊聊天 那不如让这个哲瀚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忙些什么好不好 最近 就是录节目 然后做活动 然后看剧本 对 就是我最近比较忙的一些事情 而且知道你是体育迷吗 所以刚结束的奥运会肯定有看吧 看看看 就是不论是化妆的时候啊 还是回到房间里啊 我都会对奥运赛事进行一个关注 哪个奖牌是让你觉得还蛮惊喜的 奖牌蛮惊喜的 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哪个得牌了 或者说哪个运动员的成绩其实让你还挺惊喜的 其实我觉得有没有得牌 反正所有代表中国出征的奥运箭儿都是好样的 因为我看了几场都没有得牌 但是没关系比如像女排啊然后苏炳天啊 对 我就想说我跑步的时候就看了女排打俄罗斯的一个比赛 然后呢 然后打球的时候看苏炳天 然后我就一直在边跑 哇好球啊 又边跑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就是看了苏炳天的那个半决赛和决赛 我都是守在电视机前面看的 我特意去搜了那个几点笔 也是一直 也就跟着一起揪心你知道吗 看到就是第一个有人抢跑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对苏神的那个状态其实是有影响的 有点替他担心了 对对对 他可能 所以因为他的起步技术 我觉得是最好 他一般都起步的时候比别人快很多 但是那个起步其实他是慢了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抢跑的人肯定是对他心里有影响 他怕万一自己也抢跑了 可能会没成绩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心里非常的 就是有影响有波动嘛 所以但是就这样起跑慢了 还跑进十秒内 我觉得真的太扭了 如果起跑快点 真的我觉得很有机会前三名 你看聊到自己热爱的体育滔滔不绝啊 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 哲瀚会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互动 和所有的粉丝宝宝一起来进行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今天这盘所以我们的代言人 是不是有很多的福利要帮大家去争取 有很多的礼物要送给我们 所有守候直播的粉丝宝宝 是是是 每次见到我的时候呢 那肯定就是要有品牌方 有送很多福利给大家 而且今天我们也想了很多 不一样的很浪漫的方式 希望把这个礼物送出去啊 首先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挑战 叫做浪漫猜猜猜猜 那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是 待会儿请浙漫根据我给出的图片 来猜四字或者是八字的成语 一共有五道题 如果说你答对 八字是成语 八字就是八字版 现在我很严谨啊 张老师 八字就不是成语了 对不起 张老师 如果猜对三题 也就是说我们闯关三关以上 那就算是给我们的粉丝 解锁今天的第一个小惊喜了 如果说闯关失败的话 我们也会有惩罚 好不好 来 那我们这第一个是个四个字的 我们先让所有的粉丝看一下 好 折瀾 浪 哭 石心 海哭石烂 怎么这么厉害 这我第一次都没猜出来 对 海哭石烂 海哭石烂 对 其实这个有一点点难 是吧 误导我 这个有一点点难 我第一反应是浪哭石心 我说是怎么对 浪哭石心 好 过关 现在离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 解锁第一个惊喜 现在还差两步 来 我们第二道 鱼鹰绕梁 哇 你们是不是跟他对台本了 没有没有 我特意要求了 绝对不要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我们所有的粉丝还没看呢 这太厉害了 鱼鹰绕梁 没错 你先看 你先给他们看 好好好 飘了飘了 飘了 来 我们八字重语来了 八字重语 粉丝们先看 好 一 四 二 茶 公 三 奶 三 奶 三球 奶 你就看 一日 三 秋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对了 对了 又对了 虽然你已经解锁了 不然你把后面两个也看了吧 就看你能不能超过蓝成 你好厉害啊 你平时是不是老玩这种猜批的 怎么这么厉害啊 欠时 屈 江 苦 而 海 邪 他需要转过背 简直是给主持人直商暴击 他们给我对稿的时候猜了半天 最后一天也对了 太厉害了 给张老师鼓鼓掌 张老师不仅成功帮大家解锁福利 而且是带着全队的一个战绩 所以我们马上就要给所有的粉丝宝宝来送 由代言人张哲瀚亲手为大家解锁的我们的七夕福利了 那首先呢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我们待会要送给这三位粉丝宝宝的 我们有三个粉丝宝宝的名额 是这个哲瀚的七夕礼盒 当然今天所有想要get我们张哲瀚七夕同款礼盒的粉丝宝宝 今天一晚上也可以冲起来 那我们待会呢会从中选三位 我们请哲瀚来把自己的这个应援手符 待会要签上名字送给我们这三位粉丝宝宝 好不好 那这样我们请哲瀚定一个口令吧 然后我们请现在所有在锁定直播的朋友一起刷起来 好吗 好嘞 来我们定一个口令 大家没有刷起来了已经 好 对啊还没定口令是吧 对 好好好 那就是像这个口令上的这个字吧 一叶万年 哦这是我们一叶字的叶对不对 所以哲瀚也get到我们的用心了啊 一叶万年 那现在我们先给粉丝宝宝一点时间 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口令一叶万年刷起来 稍后我们将会请哲瀚来倒数 然后我们所有在说对口令的粉丝宝宝当中来抽取三位 最先能看到您ID名字的前三位 就是我们这一轮的幸运者了 将得到张哲瀚的七夕定制礼盒 并且当中有他亲笔签名的首符 当然了我们的这个七夕定制礼盒 今天所有的粉丝宝宝也要好好的抽起来 这个顶起来啊 待会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来看一看礼盒当中都有哪些内容 我们先看看现在大家的留言是不是跑起来了 如果跑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请工作人员给我一个手势 我们准备抽奖了好吗 好来 好 我们哲瀚倒数一下吧 三二一 来 请工作人员 再来一次是吗 再来一次 三二一 好我们向镜头来展示一下我们中奖的是目前可以看清ID的最靠上的三位粉丝 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的定制礼盒以及张哲瀚的签名首符 好的 来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看除了应援首符之外 一页子和张哲瀚呢也给粉丝们准备了额外的惊喜 大家知道马上8月14号就是本周六是我们中国民间传统的节日七夕节 那不如我们请哲瀚给大家来定制一个礼物吧 七夕的惊喜吧 你能想特别的七夕惊喜 想送给粉丝的是什么 还是我们提什么要求您都可以 你们提要求吧 我们什么要求都可以 那我让留言再跑一会儿 不如这样吧 我觉得每天就是其实对所有的人来说早晨起床的那一刻刻 如果能让我们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开始的话 这一天都会变得特别美好 能不能请张老师给我们定制一个起床闹钟 好的 要大概多少时长 随你 随你 要那种一小时的那种 你觉得能把大家叫醒就可以了 能把大家叫醒 对能把大家叫醒 好 可以吗 那我们请收音的老师和所有的 这老师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可能麦等会会爆啊 这个确实有点夸张 就把这个重复播放 没收下来再来一遍 希望这个声音可以大家听到以后活力满满的一天开起来 希望大家不要迟到 你如果听到这样的起床铃声 你觉得这一天会是个什么心情 那我可能会惊醒 惊起来 好 所有的这个粉丝宝宝 希望在哲瀚的鼓励之下开启全新的一天 那这段闹钟的音频呢 会在8月14日零点在微博准时上线和大家见面 好不好 因为我是昨天有把那个寻梦环游记应该是这样 又看了一遍 又看了一遍 然后他里面就有一个很好的桥段 就是说你唱歌之前什么开声啊 不管怎么样的 就应该开心的笑起来和那个声音 大概就是这样的 可能我模仿的不是很到位 反正意思是这样 我就希望能够怀着一个心情舒畅 然后自由自在的一个这样的感觉 给大家吧 起床到底 确实 其实主持人有的时候 比如说有点哑呀 我们可能会有一点方法 就让自己的这个声带放松下来 比较 就类似这样 你唱歌之前会有什么 自己去开嗓的办法吗 会 我主要是 练习一下气息吧 练习一下呼吸这样 你会用刚才的那个方法开嗓吗 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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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阶啊 比如说 好像那种 对 大概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七夕礼物啊 不仅有刚刚哲瀚给大家定制的这段起床闹铃 当然还有我们叶子特别准备的七夕专属礼盒 那不如我们先来看一看好不好 我们待会把礼盒打开 首先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封面 怎么样哲瀚 你觉得他帅吗 挺帅的 他不用帅形 可爱吧 Q版的 是我们的用Q版的形象 来 那我们打开来看一看 我们打开来看一看 其实我们里面除了这个封面之外 大家如果打开礼盒之后 会看到里面有一个小信封 这里面很特别是一个四格的漫画 我们让周安斯基也打开看一看好了 双向奔赴一夜万年 坚持热爱共同奔赴 反面是 这挺好笑的 披荆斩棘 奔赴向前 浩瀚星辰 一面清新 你看到这些会能想到 比如说是哪些场景 或者是跟粉丝相遇相知 并肩的这些故事吗 就看到这些漫画 或者是这些描述的时候 脑里会有画面吗 我突然有点艺术人生的感觉 虽然这些财法好严肃啊 倒没有那么多了 倒没有那么多画面了 对 但是是可爱的 就是看到他们嘴角就会上扬 对不对 想到的全都是那些特别美好的记忆 就是看他们画图 就是蛮可爱的 这个字呢 都是见过很多次了 嗯 哈哈哈哈 那刚刚我们有送给大家的 就是在那三个幸运的粉丝宝宝抽奖当中 送给的这个张哲瀚签名的首符啊 也是 这个是我们所有七夕礼盒当中都会有的 你看后面还有 双赞奔赴一夜万年 这个是我们的首符 来哲瀚 请你做打call状 好了这个环节可以 哈哈哈哈 这个环节 但其实我很想知道 就作为大明星 当你看到满场 就是粉丝都举起你的 应援手符的时候 是什么心情 嗯 会想哭吗 啊 哎呀 我觉得我脑补一下 如果是我会想 就好感动啊 就是全场齐齐的 都是你应援手符的时候 你应该看不清吧 哎呦 这种应援手符应该是看不清 灯牌可能还看得清楚 这个应该是看不清的 对举起来看 但他们都举得很齐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蛮辛苦的 我觉得举那种灯牌啊 包括是那个 就很大 因为你要想场合越大 他举的那个就得越大 然后就要更多的那个粉丝举 有的时候他们又想拍又要举 又想拍又要举 对他们可忙啊 我就拍拍放下来赶紧拍点东西 然后再举起来 你好懂啊 我其实是有观察的 就是粉丝就是在给我应援的时候 然后有个粉丝 突然他一来了赶紧就丢下那个灯牌 举起手机了 不管灯牌什么造型 然后灯牌就歪七歪八的 然后确实啊 而且我就是那时候 就是山河丽演唱会的时候 有看到那个 大家举很多灯牌 后来才知道原来 你能看见的大的灯牌 真的是好几个人举着才能够看到 一开始 我想我的灯牌去哪里了呢 然后没有我的灯牌呢 后来我才了解到 其实举灯牌的粉丝真的很辛苦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让我感动的一个点 就是觉得又可爱 然后又非常的感人 是真的 那除此之外 真的我们的粉丝宝宝都特别可爱啊 就上次 因为上次的礼盒里面 我们就有冰箱贴 然后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所以这次我们又重新做了两个 你看 这样和上次的两个冰箱贴 可以凑成一个系列 嗯 这就是一个系列了 嗯 整整齐齐 嗯 好的 这两个你也可以带回去 看到冰箱贴 哈哈 突然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 说 但不能说的 以后这种口子就不要Cue了 主持人很难接的 哈哈 没有没有 要大家看节目 就是我录节目的时候的一段回忆 但现在不方便剧透出来而已 在节目当中 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大家会看到 哈哈哈哈 怎么了 是你不想让大家看到吗 很难 不知道会不会剪进去 反正对我来说挺 挺 挺 突然特别特别想看 是哪个节目 不方给我们预告一下 就最近在录的那个综艺节目 我们要去蹲守一下 对对对 好 就是所以我就想说的是不要 就是也是录那个节目给我的一个 就不要 有的时候是片段的一些得到的信息 但是可能我们会做一些武断的决定 嗯 我在那里面就是做了一些武断的决定 然后因为一些片段的信息 去冤枉了一个好人 对 就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特别难顾 哇 出色的演员真的很会造悬念 就是说的我们好 我想看 这个节目收视率 感谢你 好的 除此之外 除了我们的这个周边之外 哦 还有一个特别可爱 这是我特喜欢的一个周边 因为它可以就是在桌子上摇摇摇 摇摇摇 摇摇摇 就是就是 我给你做个示范 放这放这 放这 放这 哦 它就可以一直在你的书桌上啊 然后在你的这个办公室的桌子上 一直在摇摇摇 好 除此之外 除了这些特别可爱的周边之外 我们要开始说正事了啊 来看看礼盒里面 还有 首先是三个啊 我们这个哲翰代言的 也是我们卖爆了的王牌产品 除此之外 这次多了一个新的 是我们绿巨人的精华 嗯 瓶子好像换了 是的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更好的去痘效果的一个精华 所以想问一下 哲翰有作为代言人有使用过它吗 嗯 有用过 嗯 但其实我并不是痘痘肌 嗯 所以说这个可能没有那么适合我 但我有试过这个产品 嗯 就是说有痘痘肌 其实痘痘肌的朋友们可以就是说使用这个 然后呢不是痘痘肌的 它其实也是有一个维稳 然后呢强韧皮肤屏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效的一个产品 对 不愧是我们的代言人说的非常非常的精准 就它真的不是一个只针对痘痘肌的朋友去使用的 它是所有的肤质都可以使用的 而且大家最近 知道夏天吗 对 很容易出油 然后最近功能护肤不是很火吗 有很多的小伙伴在刷酸 但是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自己本身的肤质 或者你底层没有那么健康的话 可能很多人会出现不耐受啊 但是这一款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 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包裹 所以它不会让你的皮肤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特别刺激的这个过程产生啊 所以它既不影响功效 但是呢 它又减少了刷酸的刺激 是一款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绿巨人 来 我们要不要请赵汉 可以把我们的精华打开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它里面的质地好不好 哦 好 质地 又到了我的手部护痒了 对 就是这种比较透明的 是 是 精华 有叶子的那个香味感觉 就它不是那种 清香 很浓郁的香 是那种淡淡的 然后很清爽 有叶子的香味 确实是 树叶的香味 而且非常的好推开 有没有 就它的这个延展性 哎呀 好 我的手都感觉变白了 是吧 左边就一下不一样了 好 那除了我们新的绿巨人之外 还有啊 我们的三款面膜 还是要向大家再次来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的这个礼盒 除了所有喜欢折翰的粉丝宝宝 那当然大家很开心 这样的礼盒里面 有很多定制的周边之外 那喜欢我们叶子的粉丝宝宝 也是给大家准备了 我们叶子的拳头产品 比如说首先是我们这个黄金面膜 黄金面膜 抗初老的 非常适合25加呀 就是女生开始有一些初老症状的时候 黄金面膜 然后我们钻石面膜 这个是这种让大家可以很快速地 让肌肤达到一个亮白状态的 那当然还有非常非常基础的 我们的这个桃子 就是很单纯的补水 比如说你自己肌肤 可能最近在一个敏感的状态 不想用那么多功效面膜的话 那就可以去使用它 可以让你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补水的一个状态 好不好 所以这样的礼盒 除了我们的四个王牌产品 还有这么多可爱的折翰的周边 那当然要来说一说 这一次 大家最关心的是多少钱 对 我们里面东西是不是好多 是啊 我以为你问那个 我以为问那个直播间 我想想直播间 他们的声音传进不到 我们里面东西真的非常的疯狂 没错 而且要告诉大家 我们这一次真的品牌爸爸 也特别的给力 我们三合面膜 再加上一瓶精华 各种可爱的周边 一共我们原价是459 但是今天在我们哲瀚在担任 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时段 249 是我们一叶子给大家的七夕礼盒 所有的这些真的非常的划算 因为如果一直在关注叶子的朋友知道 我们这款精华日常 只有这个单价就要249 这个单价就要249 等于说买一个精华送三合面膜 对 还送我这么多周边 哦 无价是你的周边 确实是 这真的超值 真的超值 所以今天所有的粉丝宝宝都可以冲起来 好不好 相当于五折 这个力度相当的可以 但是你觉得我们品牌给的这个力度 您还满意吗 我吗 嗯 我 我很满意 就是觉得真的都 我都觉得送的特别多 嗯 我那个周边一开始介绍了大概要十分钟左右 要不直播这么长时间怎么撑 当然所有的粉丝宝宝想要get我们张哲瀚专属的七夕礼盒的话 现在可以点击左下角红色的购物带 看一看我们上方热门链接 现在可以直接去讲购了 我觉得之前有更多的是已经支持过 哲瀚的粉丝宝宝已经付过定金了 那直接就可以在你的购物车里面 这个有一个贷款的这么一个选项 在里面直接付尾款就可以了 这个是限量多少分 是的 这个确实我们每一次说限量 大家有的时候说 啊是不是真的限量 是真的限量 所有一叶子的这样定制的礼盒是真的限量 数量有限 所以大家去抢起来 其实说实话 只要我有时候去刷 比如说一叶子啊 然后你代言产品下面的留言 我都挺感动的 嗯 就真的有很多人是因为你的代言 然后是因为你的推荐 然后买到了自己特别适合的产品 我就真的因为你代言买了产品 就是我们的叶子 不要跟我讲了 是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双向选择吧 就是品牌选择我是 它很信任我 然后我也选择这个品牌 是它真的是用心做好东西 好产品给大家 嗯 对 然后也是希望每一个就是因为我去买就是产品买叶子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也是有一个能够帮助到他们能有个很好的效果 我觉得这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嗯 这个还真是因为直播前我们俩小小的聊了一下天 基本上折汉去选的特别是这种护肤品啊 它真的都会亲自去用的 对对我会 是真的是好用 然后它才会去推荐给大家 所以今天我们的七夕礼盒以一个让大家很惊喜的算是像礼物一样啊 希望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粉丝宝宝特别开心的去过七夕 当然那不如我们把福利继续加棒好不好 我们今天在所有在直播间下单购买礼盒的粉丝当中 我们来抽出一位免单这款礼盒 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粉丝宝宝可能已经付款了 或者是你正在去付款 我们直接抽取一位去免单 而且我们还要送出这个哲瀚亲笔签名的应援首付 刚刚哲瀚已经签好了对吗 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我有签好了 刚刚我们有签好的吧 我们已经有签好了 刚刚我的后台已经给大家提前签好了 是的是的 我们待会给大家来 但是我觉得 你说 一个太少 是不是啊 我是觉得应该 既然我来了应该给大家多送一点 是 对 起码得送三个 我以为你说我能签多少品牌就送多少 哈哈哈哈 我们还要实际合作 那我怕整个品牌签穷了 我怕 我怕 人家签了那个破产了 你知道 哲瀚特别喜欢篮球嘛 就篮球特别讲究这个chemistry 是吧 就球队之间有化学反应 我觉得哲瀚跟我们的叶子的品牌 跟所有的粉丝也是有特别好的化学反应 就是我们的品牌爸爸特别宠张哲瀚 然后张哲瀚又特别宠粉丝 所以每一次所有我们叶子的粉丝是可以拿到我们最实在的福利的 那不如我们请哲瀚来设置一下你觉得我们的开奖时间定在什么时候比较好 那就十分钟之后开奖吧 好 那所有的粉丝宝宝现在还有时间要可以去做准备 我们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来关注分享十分钟之后 开出我们今天的第二波分享奖 专属礼盒免单奖 所以现在赶紧点击右上角抽奖的按钮 分享我们的直播间 中奖的粉丝将会在开奖的时候收到我们的中奖信息 好了 那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的第二个游戏了 我们要请所有的粉丝宝宝和我们一起玩起来 好不好 我们这个游戏是 我和所有的粉丝宝宝一样是完全不知道答案的 待会儿要请张哲瀚在工作人员的提示下先画画 然后我跟所有的粉丝一起来猜张哲瀚画的是什么 好不好 来我们请画家先喝雨润 画画前为什么要先喝口水 我以为你画我猜的 原来是我画你猜 对 这个我给我一个手机吧 好不好 这样我能看到所有粉丝宝宝可以跟我一起猜 然后我把大家猜的答案念出来 然后请哲瀚看看大家是不是猜中了 他在画什么 好吗 来 好 张老师准备 哇 这个我们可以看 融魂画手来了 好 但是要请张老师画什么 要偷偷的给他看 我不能看是吧 好 我不看 猜的人也喝口水 你能说字数吗 四个字 所有的粉丝宝宝 大家来猜 我负责把大家猜的念出来 张老师你不会画很久吧 我们直播还是有时常限制的 现在你看到的不是静止画面 张老师正在认真地画画 太难了 过 过 这个太难了 过 这个太难了 这就过了 这太难了 这个太难了 第一题他说过 表述一下也行 这个太难了 那你给所有的粉丝宝宝 描述一下也行 就不能带这四个字 不能带这四个字 你要我画画不行 你要我口头表述 那他肯定能猜出来 你说说 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 这题我给你表述一下 行 你给所有的粉丝宝宝表述一下 我来念出来 这是什么 刀 切 不是 刀 再换一个 是这个意思吧 砍 就比如说玩骰子 摇 摇 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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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是有点跟老纪福利 老纪福利 对 他还有一个就是说 对在千里 不是不是 形容一个人 所向无敌 披荆斩棘 对 披荆斩棘 你让人家怎么画呀 我真的我头都晕了 披荆斩棘 大家都在说砍 砍 你们确定还是画出来吗 不然都用描述的方法吧 画好难啊 你自己选择吧 好好好 张老师 这个您画吗 画画画 这个画 看来这个可以画出来 这个可以画出来 披荆斩棘 披荆斩棘 晴天霹雳粉丝说 晴天霹雳粉丝说 这是几个字 三个字 有 对我来说都有难度 我这个画 对我来说都有难度 我开始还以为设置了这个 是因为您画画很厉害 才设置了这扒互动 你让大家看一下吧 这是什么 大 这个是什么东西 石 鱼 大 这是一个不尾 这是一个大嘴 大嘴什么 鱼 大嘴鱼 大嘴鱼 这个词就是大嘴鱼 这个词有什么意义 大嘴鱼 好的 三个字 好 大家可能猜的比较容易 来 继续 还是画吗 哲瀚 好 这个 你们的词都好难 这是几个字啊 三个字 我只能画出来 不不不 我这个其实我能画出来 这个我可以画出来 我相信自己 这个游戏我们要玩多少轮 主持人很累 好 张志涵现在在进行第三题的创作啊 现在在画第三道题了 哦 这个画的很 这两个很知道吗 缓了 我还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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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 没有机会能拍到他在画的过程 好纠结呀 他画的 好纠结啊 他画的 好纠结啊 不是 他不应都画出五个字了 这是 这是 给大家先看一下 给所有的粉丝宝哥先看一下 这是 这是 三个字 好 是一个人名 嗯 然后他 他 就是身上有这些 这是他绘的一些东西 哦 周杰伦 再想想 这是摆的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这是什么职业 演员 张哲汉 张哲汉 我差点死了 感觉 粉丝宝宝好厉害 粉丝宝宝好厉害 粉丝宝宝还是很容易就能猜到的 我们还玩吗 这个 还有最后一道题 还有一条 我的妈呀 还有 最后一个很简单 几个字 三个字 又是三个字 哦 所以哲汉你最后画的是高尔夫啊 刚刚那个 是我高尔夫画的不太好 那有点儿像音符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是唱 跟唱歌有关 哦 画完了 皮卡丘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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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这么快吗 再看一下 哦 椰子 有这么不像吗 还可以吧 很像很像很像 我们来回顾一下张老师的每一幅画吧 首先 这幅 是张哲汉 哦 是 请问你这像不像 像像音符 像不像音符 我真的不知道那个 然后这个是叶子 高尔夫那个怎么画出来 然后这个是大嘴鱼 大家最喜欢张老师画的哪一幅 可以在留言区刷起来 你自己最满意自己画的哪一幅啊 你觉得自己有哪个画的最好啊 但其实这个的表述是聪明的 是把身上有的元素 对 除了这个有点像音符之外 诶 请问呢 这个是麦克风 嗯 这个是篮球 哦 高尔夫怎么画的 其实挺难画的 都喜欢 都喜欢 大家说你开心就好 希望 希望你在 这个是一叶子 其实是有一个蕴含的心意 想代表所有的粉丝 跟张哲瀚说 希望哲瀚在披荆斩棘前进的路上 不要忘记粉丝们和一叶子的陪伴 也希望哲瀚呢 平时要好好吃饭 好好休息 照顾好自己 开心就好啊 为啥我就得披荆斩棘 哈哈哈哈 天方不可以是坑中大道吗 一路坦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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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就要 哈哈哈哈 就披荆斩棘呢 好的好的好的 这样 我们在 你画画的这个过程 确实有一点披荆斩棘 但你披荆斩棘完成了画作之后 我们马上就要可以到了开奖的时间了 好不好 刚才哲瀚有答应大家 我们要送出我们的三位专属礼盒免单奖 那这三个礼盒当中呢 也包含有张哲瀚亲笔签名的应援手符 所以现在马上就要开奖了 所有的粉丝宝宝 请注意查看自己的手机 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直播间 右下方将会有中奖名单提示的弹出 好了 那马上要到七夕了 我们的品牌爸爸呢 其实也给哲瀚准备有七夕的礼物 是不是非常的惊喜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 好惊喜啊 品牌爸爸来把我们给哲瀚准备的礼物 我们送上来 来来来 好谢谢 谢谢 其实 这是第一份礼物 是 一点都不意外呢 因为那个七夕一般装这个对吧 一定要送花 品牌也要给我们的最亲爱的代言人 送上我们的这个贴花 然后包裹也是哲瀚的因缘色蓝色 然后里面放了我们今天的产品 因为你知道哲瀚的肌肉越来越好 然后每天都开心 这是第一个礼物 然后呢 一定不会就这样停止 我们还有两份 就是送给哲瀚的礼物 哲瀚可以看一看 好 这个我帮我拿一下吧 对 好谢谢 有一个是我们之前在微博上发起的一个活动 其实就是爱的传声筒 那我们是把粉丝的精选的一百条留言印在了这个上面 黑胶 黑胶唱片 黑胶要拿什么固定的特别 我之前收到一个黑胶唱片的礼物 但是我还没有找到播放它的东西 就是一个留声机就可以了 对 我们可以帮你准备 好好好 好好好 真的真的 因为我家里好像真的没有这个东西 可以播放的东西 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其实专门收集了粉丝的精选留言 它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打开之后 其实都是粉丝想对你说的话 嗯 嗯 可以 慢慢慢慢读 嗯 嗯 就是也是 其实是代表粉丝朋友们给哲瀚送的一个七夕的礼物 我回去慢慢看 好 慢慢看 嗯 这些照片 这些都是粉丝上传的照片 对 就他们手机里相册里存的你最近的一张照片 嗯 全部都把它放了上来 我们也拼在了一起 嗯 嗯 好的 然后最后一个礼物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蛋糕 也是七夕的一个 还有蛋糕 对 就是上面也放了可爱的 QQ的那个哲瀚的景象 嗯 然后也是 祝哲瀚和松仓 然后包括我们的粉丝间 主播间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七夕快乐 七夕快乐 嗯 对 然后我们也祝福张老师 不用披荆斩棘 一路坦途 好吧 是是是 好的 谁谁希望日子过得那么艰难 哈哈哈哈 谁都希望日子过得稍微轻松一点 是是是是是 那我们这个 请哲瀚入座吧 好 我们马上要接近我们直播的尾声了 这个要放到前面吗 还是什么 你这可爱的蛋糕 等到了我们品牌爸爸的产品 等到了我们品牌爸爸的产品 跟所有的同事 待会一起分享啊 那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 呃 我们的礼物要送给所有的粉丝宝宝 那就是我们的戴上哲瀚 将会给大家有一波情人节很甜的五连拍 好不好 哦 你知道这个环节吧 这个环节好像没跟我对过啊 哈哈 来 这样 我们你可以把它做道具 用任何方式 你觉得很甜的 可以送给粉丝的 我们属于七夕的五连拍 好不好 好 开始啊 嗯 一 左边 右边 二 三 下边 四 当眼睛 五 好 你好歹比个新吧 大七夕的 那你有没有什么甜的甜的动作 甜的 能让粉丝截图接下来 我们的产品已经那么甜了 还需要多入我这个甜的动作吗 打开来就像在这铺面而来的甜的味道 嗯 哦 好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可以定格的瞬间啊 当然再次告诉我们所有的粉丝宝宝 现在可以继续下单 在我们的热门链接哲瀚专属的五折 现实的一个放送过程 249元可以拥有我们的三合正装面膜 再加上一瓶精华 当然里面还有可可爱爱的张哲瀚的周边 在等着大家 嗯 那我们所有的粉丝宝宝相信 一定每一次可能都会很舍不得我们的直播啊 当然 哲瀚在这儿又是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能够和所有的朋友见面 除了刚刚跟大家去玩这些开心的游戏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想跟所有的粉丝宝宝说的 嗯 然后他还在之余还会去为我打绑 然后说很多像我表白的话 嗯 像那个可能那个 报纸刚刚的那些留言 报纸上一样 其实我觉得 嗯 我觉得其实利用一点小小时间吧 就再跟我说 可能我是你们喜欢的明星或偶像也好 那跟我说表达爱意的同时 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就是利用这个同时 也给大家的家人啊 嗯 朋友啊 也可以同时再表达爱意 就可能多发 就可能你想到我的时候 哎 顺便想到爸妈 然后给他们也发一条比较温暖的信息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多做一点 我觉得会让你的身边的人更开心 也会让你的生活可能也会更开心一点 我觉得这是 我突然想到的一点 嗯 就是说 还是一样的就是要把爱分享给 分享出去 对 表达出去 对 包括在接下来 这个哲瀚跟一夜子 还有这种飞鱼活动的溯源 对不对 嗯 也希望所有的粉丝宝宝可以持续的关注 我们这么有意义的 飞鱼溯源的活动 那当然今天在这里 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 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不知道各位在这个小时是不是过得开心 像哲瀚说到的一样 希望所有的粉丝宝宝每一次在见面的时候 都是开开心心的 那所有的粉丝可以继续在各种渠道关注到 张哲瀚当然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一夜子直播间 稍后我们还会推出不间断的重粉福利 再次的谢谢哲瀚 谢谢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粉丝宝宝 好 谢谢大家支持 然后我们之后活动再见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一夜子的主播了 我们下次见喽 嗯 拜拜 谢谢大家